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賣會員的股票 因為我把股名大家都塗掉了 不要去找 我不推介 好 那今天在12點以前 12點以前 我的任何一個會員 你們都有收到我給你的簡訊 對齁 12點 也就12點 你12點應該準時或上下幾秒 你會收到我給你的簡訊 也就call訊 我裡面寫什麼 你們收到簡訊以後 收到call訊以後會覺得 謝老師怎麼突然發了這個訊息出來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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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收到嘛 那你會有覺得 會員場地 压抑 欸 謝老師通常都是早上8點45 才把call訊 簡訊丟出來 就8點45開盤前都會丟出來 怎么今天在中午12点的时候 突然有一则讯息 每一个人都收到 不管你是10张20张的会员 还是你是300张500张的会员 你都会收到一样的讯息 12点 对 好 那我们里面讲的那种内容 我不能在这里讲 因为看电视很多不是我的会员 你一定没有收到 所以你在12点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讯息 你的动作就会很明确 你做什么动作你会很明确 你就会做正确的动作 你不做的会员 因为你没有这则简讯吧 coast 12点你没有嘛 所以今天你有可能做错的动作 没错吧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参加会员 为什么要参加会员 参加会员老实说我们做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不会只买一张吧 你买一张当然就不用参加会员了 你如果买个二十张三十张五十张一两百张的 你一定能参加会员 为什么 我当时说你参加我的会员就好像买个保险一样 最少这个保险会告诉你 及时的信息 或者没有人知道的 只有我卸明星知道的 我会在第一个时间让你知道 就像今天12点 那我请问你嘛 你是我的会员 你12点收到这个信息以后 后期 后期你不明就里 为什么参加会员老实在12点 会发这个信息给你们 可是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12点就没有啊 而且我都交代我的会员 不要乱贴 不要在网络乱贴 为什么 因为你是缴钱的啊 那个是有代价是有价值的 就像我买节目会 节目会一个月两百万啊 你们缴的钱就是要缴给会员嘛 缴给会员剩下的 剩下有剩下我才有换吃嘛 不是你缴的换口袋不是啊 会员不是做公益啊 一个月两百万啊 所以 我说你是我的会员 你缴的钱是会员先拿走 有剩下的 后来肉业啊 我才有人跟肉业啊 就吃了 这样啦 不然有些投资人好像 我缴钱缴会员 好像 有谢老师 谢老师也没有拿 会员拿走以后 公司还要拿管销走的 剩下的 肉业啊 谢老师才有啊 所以有一餐没餐是正常的 因为我吃一档股票嘛 好 那12点 我发出那个信息 一定很多人 不明就里嘛 因为我一晚谢老师 call信 我很少盘中 丢信息的嘛 好 那 大家都很压怯啊 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会 我今天告诉你以后 你为什么要 啊 做一支高票的老师 不要说我很厉害啦 最少我很用心 其实也是很厉害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丢那个信息给你 好 那我问各位好了 我常常在讲 因为这档股票政府有六成嘛 有六万张嘛 约啦 大概六万张嘛 其他十几万张都在大股东手上 市场上没什么股票嘛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 买就买不了了 为什么要卖呢 那上一次打下来 好 我们先从上一次打下来 来 先从这里看 好 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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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代价的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嘛 对不对 早知道就是 你拿家长辉会 你就比任何人都知道嘛 就让它收盘了 大家知道了 可是就盘中那个关键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动作嘛 好 那我刚 just 想说 因为这档股票 糖体 金香化 抗体 那这档股票是 事实上没有嘛 因为它没上市啊 上市才会把 一万八千 算一万九千枪 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坊 才會丟一萬八千張出來 10% 以上 現在市場沒有 都在大股東手上 我問你 到目前為止 我應該這樣講 到目前為止 外資一張也沒有 因為外資 他不知道怎麼買 對不對 外資怎麼買 不知道怎麼買 因為他還沒上市 他是在新櫃 也可以買 不是也可以買 可是我常常告訴各位就是 你如果台積電 什麼電動車 其他股票 或許我的 我應該叫我的研究團隊 可能跟外資不能比 或是跟投信不能比 可是如果生技股 尤其這檔股票 我常常講 我不是第一名 我常常講 除了公司的人以外 除了中央研究外 研究院的人以外 大股東以外 就是所謂的這些鑽石生技以外 大概我了解他 我排在最前面了 你們不相信嗎 今天12點 你收到那個訊息 你怎麼會 謝老師是真的言之有誤 而且謝老師知道籌碼的動向 而且謝老師一定掌握別人不知道的東西 那12點 你收到那個訊息 12點 你收到那個訊息 你們會覺得奇怪 今天怎麼睡了是12點 我會發那個訊息 那答案在哪裡 我剛剛所講的 外資一張也沒有 外資一張也沒有 那如果外資進來收股票 你要不要賣 我問你好了 你有沒有覺得 買了買不買 他有可能去外資收股 那答案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大家注意看 這叫什麼 摩根斯坦利今天買了350張零 沒有賣 買進350張摩根斯坦利 看到喔 摩根斯坦利就是大摩 那我問你好了 我相信假設你有很認真研究 這檔股票的人 就算你不受得會 你從來沒有看到外資在買 你如果告訴我 買個一張兩張那不算 那有的時候不是真正的外資 那叫外資散戶 那這個就叫外資法人 他進來買 我還不高興 為什麼會高興 因為我希望他上市以後 譬如說股價在500或1000的時候 他進來買才有1億 他現在這麼便宜的地方 他剛剛跟我們搶股票 我昨天講過了 我講過什麼 我天天都給你一個很重要的邏輯 我說有一天如果變買了 我常用這個 西雅圖遺傳寫 現在市值是262.5億美金 262.5億美金 那這家公司今天收盤176.5 市值也才10.9億美金 以3月24號 3月24號我也講過很多遍吧 總經理當時出來講3月24號的時候 他還194塊 還12億美金 比今天也才10.9億美金 西雅圖遺傳寫是262.5美金 當時 當時在總經理在演講的時候 西雅圖才220億美金 現在西雅圖已經漲了將近兩層上來了 結果同樣一個時間點 320億美金 它是194 到今天也才176.5 我說 這檔股票熟到 我說你這輩子還沒看過有這麼便宜 這麼價值的股票 那我要解決答案了 我要解決答案了 來看這裡 就在這裡 摩哥斯坦尼買進350張 你會不會發現 還有 另外一個解讀 另外一個解讀就是 搞不好 然後外資看到我今天的節目 他一定又開始罵謝老師了 謝老師我就 還沒買夢 你就把我們買的 把他要買的 偷偷的讓你們知道了 所以我說 你來參加會員值得不值得 盤中12點 你如果說 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可以去打聽 只要你有認識來參加我的會員 我12點有沒有call 一則很重要的信息 或者一則很重要的信息 非常重要 結果就印證收盤 來 摩哥斯坦尼買了350張 市長我說沒有幾張 真的沒有幾張 而且我 我不是只有今天 來 甚至我在電視也公開告訴各位 來 4月22號 來 4月22號 130 對不對 好 那 4月22號 我有沒有在這裡 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說RSI在這裡 嚴重背禮 股價沒有創新低 可是RSI創新低 然後 4月22號 我說4月22號 總經理還出來開法收 在4月22號還告訴我 我有這麼多的專利 你 我說一檔股票 你如果去看三天五天 你如果要做購物 做三天五天 三天就賺錢 五天就賺錢 不要做都沒有方向 不要做 你如果看得很短的人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 我說你為什麼要參加會 因為你會沉得住去 好 然後我們開始來看 來 在這裡 好 然後這裡多少錢 這裡130 然後看今天 我們來看今天 今天520 今天5月20號 今天收碼多少 176.5 看到這裡 我每天都畫一遍 我都畫給各位看 有沒有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而且我也告訴你 嚴重背離 這裡 RSI嚴重背離 我都還畫千千給你看 而且這裡 130還不是最低點 我沒有用最低點 因為最低點 還有114.5 我為什麼要用130 因為這一天 4月22號 總經理出來開法收會 列法收會 而且把這些資料 給各位看 因為要有時間點 我不能用最低 130 到今天呢 176.5 176.5 那這個176.5 一定有特殊的含義 應該講 今天的收碼 有很重要的含義 第一個再看一遍 我告訴你 有的時候 你來參加我的會員 你會比外資 應該講 短小精幹 為什麼 外資要買一檔股票 他不是很爽 就進來買 而且要買股票以前 他一定要經過研究報告 他要把研究報告都寫出來以後 然後 然後 要給上面 外資又不是 我跟你講 外資又不是 那些 我們叫做基金經理人 可以 想買什麼就什麼 而且基金經理人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 今天就要買這種 不會啊 他已經要讓他底下的研究員 對不對 可能要給幾個研究員 然後這些研究員 必須去掌握信息 或者到公司去拜訪 然後把研究報告寫出來以後 可能會找兩三個去不同的人去 找一家公司 然後這兩三份的研究報告 拿到手上以後去比較 然後如果看法都 大概都差不多了 基金經理人才會下單啊 所以我們隨時都可以買 他要買一張股票 他必須要經過 一段時間 那我請問你 來 今天 摩根斯坦尼買了350張 我問你好了 一張股票不是十幾塊 我們用今天金價好了好不好 用金價會比較公平一點 不要說176.5 今天的金價是173.83 把它整數174 一張17萬多 350張多少錢 超過5000萬 他 他比你們買得更貴嘛 不是嗎 我在這裡我會講過了嘛 130 對不對 然後他開始漲 開始漲我每天都跟人講 有沒有在這裡我說 第一個 他站上多空線 我每天都跟人講一遍 我說他站上多空線 而且還畫這裡給你看 是不是畫這裡給你看 我說這裡他站上多空線 在這裡就一路上就漲了幾倍 這裡是87塊多 在這裡告訴你 今天已經就這樣上來了 如果跟大盤比 我們來跟大盤比 來 加大盤 好就這樣下來 都還在壓在線上 那他這樣下來 他曾經在這裡跌破 跌破我也給各位講嘛 4月20號這一天 跌下來 有沒有背離啊 跌下來 好那跌下來 跌得很深耶 從215摔到94.1 那我告訴你這叫假期行動嘛 那這個假期行動 我當時就告訴你了 沒有人相信吧 那假期行動如果是真的 他必須是 必須要有後面的證據來補說 喔這個假期行動 真的是假期行動 那什麼是 來補充這個假期行動 是真的是 他是做的假期行動 也就是 我們講一句話就是 沙盤收費啦 太拔去收費嘛 那要確認這個沙盤收費收費 收費 這個一定要有根據嘛 好我解釋給你聽來 我解釋給你聽喔 你看就知道了 好來這裡 我知道他的歷史高點 就前幾天最高點 看到喔 來拉近 251.5嘛 好他假期行動把他殺下來 殺到94.1 會算嘛 最高點喔 最高點喔 加最低點 251.5加94.1 你把他除以2 是不是172.8 今天請問他今天 收多少 收多少 說176.5 那他的均價呢 我也給各位看均價嘛 均價會算喔 不要去只算說 他的收盤 均價叫173.8 那代表什麼 他的一半是172.8 我說只要他是真的 他就會反彈 現在叫反彈 還沒過251.5都叫反彈 他一定會突破他的二分之一 跌幅的二分之一 突破了 他說這支是真的 我剛剛在講嘛 你若是豁流 你就在土腳搜 你若是龍 就算你跌到 跌到那個水池裡面 一天你也不會起來 如果不行了 他就不會爬起來了嘛 你像大盤 我請問你 這麼久的時間 大盤有爬起來 過這條線嗎 這叫大盤耶 請問他爬起來幾天 三天 我昨天講得很清楚 我說 多空只要確立三天 跌破多空線 三天站不上去 他就空頭了 所以他這段時間叫空頭嘛 沒有錯啊 可是 禮拜二我就告訴你了 站上去了 是不是站上去了 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二 站穩三天了嘛 那既然站穩三天就代表什麼 而且他已經過了 來 過了這裡的二分之一 跌下來的一半 有一個計畫嘛 漲完五成再漲五成 漲完一倍再漲一倍了 好 那回頭我來看 再來看這一張 你利用休息的時間 好好去想這個 他 他是他因為他沒有賣 為什麼 他手上沒有股票 某些人一張也沒有 他不像散戶 你看像這個散戶 有些散戶 有買有賣有賣 大家都有買有賣啊 為什麼摩根斯坦利 純買沒有賣 一張也沒有啊 那我還可以 未來摩根斯坦利 他的脈動是怎樣 我還可以告訴你 但是 你如果不受得會 你還是跟今天一樣 太疲憂了 你看到小老師在這裡講 我講給你聽 你那個中午 今天十二點 你就沒有那個信息了 那你今天可能做的動作就不對了 我說我常常 你做不對的動作 你 我說你如果五十張的 做不對動作 十塊五十萬啊 你做的時候只差十塊錢嗎 你如果差二十塊 五十張就一百萬 你來參加會員才多少錢 趕快來參加會員 趕快打電話來 等一下再講更精采的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每個數字的跳動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股名代号我都把它涂掉了 这是我费你的股票我不推介 好 那我不断的告诉你 6月23号他要开股东会 跟4月20号他杀下来 我都跟你讲给你听连结 怎么连结 好 4月20号 从最高215杀到94.1 说136.5 然后我告诉你 他严重背离 也就是重跌是跌得没有道理的 然后我还跟你讲说 因为4月20号你要买了 当天买了 当天买 你21号卖也没关系 反正你4月20号就要买 或者你4月20号手上有股票的人 你要抱住过了4月21号 你才能卖 你卖的才不是股东 你4月20号那天你就是要有股票 买也好 或者抱住也好 因为到了4月20号股东 股东名册会有 你就是股东 我说他没有什么任何的 他有没有解放 他不需要解放 他有没有什么坏消息 等一下来是 一定是叫假期行动 我说 你怕吗 来 看到哦 他本来要申报1000张 结果转账711张 总经理 然后我告诉你谁买走 198块711张 然后谁买走 来 总经理申报711张 看到哦 好 谁买走 我也告诉你 蔡先生的老婆买走711张 股价在这里 198 我常常在讲 你看198会不会来 我们不一色会不会来 我说用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 6月23要开股东会 这个蔡先生家财万贡好几千亿的人 他老婆去买了198块 转到他 等于是他老婆的名字就是他老婆买的 198块 你们祖母的 帝密大家都跑去买 都买198块200块 股东会的时候 如果股价没有到这里 你还不是要睡地板 我就轻松解读 对不对 不知道会不会对吗 我就告诉你这样子 当时打下来 包括这一天 4月22号 还130 你会觉得 这130 这198好像 遥不可及 好像豪远 对不对 今天 今天176.5 我问你好了 176.5离198比较远 还是130离176.5比较远 130到176.5已经涨了46.5 我没有抓最低点 我没有抓最低点 抓总经理出来开华收费这一天就好了 176.5到198也才21块多 是不是才21块多就到了 那我还跟你讲说 到6月23号 今天才5月20号 还有一个多月 然后呢 然后重点来了 你把它动成厚 你把它动成厚头 对不对 可是外资呢 外资 我看开始要骂我了 谢老师 我们才开始在买股票 你怎么可以帮我们曝光 我昨天讲过嘛 我昨天是不是讲一句话 我说 我不希望你们去买 那我的货眼还没买到嘛 结果外资可能听到了 所以他今天来 摩克斯坦利 0的意思代表什么 他今天才建立基本持股 他才开始要买啊 我就不相信 我其实为什么各种会员在12点 我扣那个信息很重要 我就准备我给人家 我有去吃这个要买 你买得我给他收起 我们不是不卖啦 可是外资在这里买170几块 你认为你这样会合吗 我就各种会员这样 你如果去买你怎么会合 有1天他去那350几块 又去一倍 你刚才还要去买他 对不对 股票市场重点是说 你有参加我的会员 跟没有参加我的会员 以前台北地下来以前 大家所有人 有时候打电话来探消息 然后跟助理讲 我没关系我看小老师的电视 就好 我很努力做 那真的吗 好事每个人 有那么好吗 你有更好吗 你今天12点 你没有说到12点 我发出去的信息 我告诉你 我说我常常在讲 有很多事情都 未来还会再发生 像这种 像这种方式 像这种下来 从215到914 这种事情 未来会发生 但不是 你有得逃病 有得逃病 他既然会这样子 我告诉你 股票市场是相对的 他可以从215到94.1 我说有一天 他会从215假设 他会从215到430 他会从215到430 他既然会这样子往下 他只有一天会往上 这就叫相对应 叫相对论 在过程里面 以后有一天还是有人 炸买参加谢老师 因为这才是真的大利润 还是给各位看一下 来看这里 看到好 好 打电话来参加会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